有上帝金戒指之称的日环石将在6月21号登场 如果错过这次的天文奇景 台湾本岛就得等上195年 是将近两辈子的时间 台湾上次看到日环石是2012年5月21号 当时基隆到苗栗一带可以看到这项奇观 每年通常会出现两次日时现象 过去也曾发生五次 但并不是每一次出现世界各地都能看到 这次日环石将从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率先登场 一路向东 整个亚洲几乎都在可见的范围之内 环石带将行进印度北部地区和中国 接着经过台湾 台湾只有部分地区看得到日环石 其中包括离岛金门澎湖和云嘉南高雄台东等县市 嘉义刚好位在环石带上 因此可以看到较完整的日环石现象 民众可从下午2点49分到5点25分 看到环石变化 在环石带以外的地区则只会看到日偏石 观日小丁宁提醒大家 观测日时的时候必须使用日时专用墨镜 才能避免造成对视力的伤害